孙英宁和王思聪之间的故事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不少人觉得弄成这个样子两败俱伤 王思聪丢了李子面子 孙英宁也会爆出很多非黑链 双方还不如握手言和 但是在最近的直播当中 孙英宁很轻蔑地表示 与王思聪和好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 当然了孙英宁这么说有他自己的道理和立场 女孩子可能以前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说到惩罚了 好在现在迷途知反了 现在格外注意自己的名声 就不想和王大少这样的富二代私混了 毕竟自己长得还是很美的 这个美呢当然是咱们都没见过 是不是美颜美出来呢 只要是没有大的波折以后都不会差 虽然说他岁数不大 但是很拎的轻的 当然了 所以您拒绝王思聪和好有他的资本 所以您的颜值从照片来看是 柔美当中带有英气 就是说美颜之后的 有点韩式的淑女 有点古典美 乍一看有些类似宋慧桥有点像黄毅 如果这样的颜值是天然无科技感的话 没美颜的话 颜值还是很好的 只要不知道 这只是不知道离开美颜 真实的颜值会是什么样子呢 此外呢 虽然宁这个人设 这次算是彻底立住了 如果马上与王思聪和好的话 那么一切努力都就白费了 毕竟从社会上观感而来看 小美你长得漂亮 这也很有个性 不简单 不为权势 不给权势低头 敢于抗争 虽然她是也很败金 但是败的有底线 有原则 不能容忍的 不适合自己不喜欢的 就绝不会妥协 别出心才 努力奋斗 争取自己的想要的生活 这种人呢 其实不多了 现如今这种女孩 真的不多了 要是真的与王思聪和好的 那不就被炒成天吗 王思聪联合炒作的头衔 绝对得不偿失 当然孙英宁现在的粉丝 大部分都是男性 很多女性对她 还是相当有敌意的 毕竟如果说 对对方没有意思的话 就不会拉拉扯扯 聊那些撩人家 就不会 又不是什么好的 多么熟悉的朋友 一般的言语都很官方 很有礼貌 但是呢 你家那个孙英宁 跟王思聪之间 其实却有很多 暧昧的关系在里面 不知道这个孙英宁啊 这个女性朋友 对孙英宁怎么想 反正我们男性朋友 是比较喜欢孙英宁的 因为我们可能是 实在是太敌视王思聪了 国民老公 你都国民老公了 我们怎么办呢 是不是 我是